大家好 干锅土豆片在家做 不用油炸 也可以很好吃 首先准备两个土豆 把它清洗干净 从中间切开 再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片 切好后放到大碗里 多清洗几遍 洗去上面的淀粉 这样在炒制的时候会粘锅 洗净后放入清水 加适量湿盐 把它搅拌均匀 浸泡五分钟 然后再准备一把蒜苗 用刀拍扁 斜刀把它切成段 蒜苗叶也切成段 切好后把它们分开装入盘子里 一小块的五花肉切成薄片 备用 起锅倒油 油热把切好的土豆片倒进去煎至一下 在家里做简单的煎至一下 不用油炸 也一样好吃 腌制一面微黄 翻过来煎另一面 像这样煎至两面金黄色 盛出来放入盘里备用 另起锅倒油 热锅凉油放入肉片煎炒 再加入适量的花椒 把肉片炒香 淘出里面的油脂 再加入一刀豆瓣酱 把它炒香炒出红油 倒入蒜苗段 翻炒至十来秒钟左右 把葡萄片倒入 扁炒均匀 加入味仪先调个味 豆瓣酱含盐量很高 不用再放食盐 再加入蒜苗叶 把它们扁炒肉味 做过前放入适量的鸡精 软糯美味的干锅土豆片便做好了 中间不需要太多的调料 自己做的吃的更健康 而且做法简单 开胃油下饭 而我们 natural人微渐一点 honest 就从不需要太多的看规定 与 hast石 我们想周可能对假想理一些级 Kız姜 成小湖路很独立并 开始咴 Scientists